爹想讲个一点东西 你现在说 无有不准 你别说什么都有了 以前我记得当皇帝 什么都有 可这十年了 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 连你们都躲着我 说吧 说吧 朱棣要让太子爷说什么 说天家无私事 天家更无亲情 说您的二儿子 时刻惦记我的太子位 时刻想着取代我 所以 朱棣看似亲情氛围拉满的一段话 却恰恰是仁宗朱高赤 最为凶险的一刻 一个回答不好 多年的努力复之一句 一个回答不满意 更会牵连自己的儿子朱瞻鸡 伸不出那位镇烁古鸡 差点断送了大明基业的战神朱祁镇 所以 朱棣口中的无有不准 你大可不必当真 因为 这压根就是一次 以亲情为幌子的试探 朱棣远镇阿鲁台得胜而归 刚回家门口 就遭到了见闻余孽的热烈欢迎 而生父监国重任的太子爷 自然难辞其咎 且有亲爹指着鼻子怒骂 后有亲弟弟趁机夺权 可想而知 太子这个宝座 朱高赤的屁股得坐得有多疼 只是 疼不疼咱们暂且不说 虽说朱棣明知道刺杀一事 不关太子爷什么事 但见闻侄子 毕竟身不见人死不见事 这是插在朱棣心头的肉中刺 想拔又拔不出来 所以 打雷了下雨了 当皇帝的要发脾气了 首当问责的 自然非坚固不利的太子朱高赤 莫属了 太子爷 面惊 想来 陛下不会难为你 一定是听了有人夸奖 要好好看看太子爷的政绩 高兴一下 奏辙都在 奏事处 我带您去 这个不敢 我们已经去了 把所有的奏辙都搬走了 皇上一再叮嘱我 太子身体不好 就不要劳心费力地跑了 另外 皇上在没有看完作者之前 还望太子 就在府上安歇几日 以备 皇上随时问证 朱棣此番操作 属实打了太子朱高赤 一个措手不及 更会给一心想要上位的老二 透露了一个 我要霸出太子的念头 所以你说 朱高赤会怎么想 一旁的汉王朱高赤又该怎么想 更何况 这是肾上口语 代表大明王朝最高掌舵人的直接命令 对于朱棣而言 这所谓的口语 只是公事公办而已 但对太子朱高赤来说 这就是一次再直白不过的暗示 暗示你 我不相信你 我要自己看 所以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 朱高赤又该如何破局呢 就一般情况而言 凡于这种存在猜疑的突发情况 万不可自乱阵脚露出破绽 更何况 就刺杀一事 太子本就是无辜鼎雷 谋兽冤屈 竟然行的正 坐得直 何怕所谓的猜疑流言蜚语 只是 朱棣并非寻常父亲 朱高赤也非寻常人家儿子 除了所谓的亲戚纽带 两人的身份 更是大明王朝全力更替的接力包 所以 如此优势尽失的状态 只是单纯的喊冤 效果并不理想 只能借由自己的身份 打做文章 以求彰显自己的问心无愧 这又是什么事啊 请皇上恩赘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老二这个王八蛋的意思 是儿臣的意思 真是笑话 连太子的位置都能让 玉臣大使者不拘小节 就朱高赤来说 什么是大事 什么又是小节 就依着自己这身宽体胖 体弱多病的情况来分析 朱高赤有感 自己大概率活不过自家老爹朱迪 所以 调理身体 奴隶夺活一天 并保证自己顺利登上皇位 这就是朱高赤眼中的大使 至于所谓的老二夺权 甚至于最近流言满天飞的东宫 即将易主的谣言 自然就是小节 只要霸出的圣旨没有下达 那朱高赤 太子之位自然稳固 更何况 朱高赤此举并非发现 而是有意而为之 就明朝的那些事来说 哪位大臣家里没点皇帝的眼线 至于这所谓的东宫 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 朱高赤所谓的不当太子 既是给自己找个台阶 也是变现地说给朱棣听 别不信 不信 你看接下来朱家父子 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 让了太子位 你要去哪里啊 孩儿还想回顺天 知道了 读书 你是要回顺天 躲开阵 培植自己的力量 起兵秦王把阵逼走 面对亲爹朱棣的怀疑 面对老二的步步紧逼 太子朱高赤 自然不敢如此被动 只能兵性险召开示范机 只能使出杀手锏 主动请辞 太子一位 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并不是多么愚蠢的解决办法 而恰恰正是这一步理智决定 就是这么一个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举动 才能彻底扭转局面 以退为进 只是如此一来 朱棣就会从主动变为了被动 如此局面反转 如此攻守异心 朱棣哪会轻易答应 更会寻找机会 予以反击 那你不想当太子 谁当了 很多时候 面对自己无法抉择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 不是暂且放下 而是把问题抛还给对方 以此试探 对方的真实目的 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朱棣的目的很明确 他想看看 是什么原因导致朱高赤 能做出放弃太子一位的艰难抉择 如果说朱棣是马上皇帝 捂略超群 那仁宗朱高赤 就是典型的文质果人 面对如此难以回答之问题 朱高赤并没有选择回避 而是再次提及 辞去太子一位 尔臣 身体不调 不胜繁拒 父皇这次回京 又遇上了这么大的刺杀事件 死来想去 万事也理不出个头绪 以至于 实在是心力交瘁 请注意朱高赤给出的理由 坚果不利 再加上身体原因 导致心力交瘁 不堪重负 一个是官方说辞 一个是个人强调 既有客观原因的存在 也有主观原因的无奈 朱高赤的说辞 虽然正常 但请注意 这绝非什么真心话 是想 谁能抵得住权力的诱惑 谁又能放弃 登顶九五至尊的机会 所以 朱高赤这段 看似合情合理 但用满含深情的话 同样只是一段铺垫而已 因为接下来要说的 才是能否保住 自己胎子之位的关键 从深情病茂 到痛苦流涕 朱高赤的演技 完全配得上一个柔顺丝滑 这是经过时间的不断磨砺 以及强势老爹朱棣的 不断敲打 所锻炼的专属技能 其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自保 乃至保住太子一位 而所要精力的成长 更何况 朱高赤真就甘心 放弃太子一位吗 当然不可能 所谓的放弃 那是因为心有不甘 尤其是特意强调的那句 老大身体不好 你要努力 更是佐证了自己的寝质 完全是被逼无奈 不得不如此 只是 就眼前这种突发情况 太子的操作 完全就是突破 剧本限制的自由发挥 完全就是吃了饭摔了完 根本不给别人张口的机会 所以朱棣要怎么办 只能转移话题 寻求外部突破 众所周知 朱棣只是一位真美大将军 而朱高赤 才是永乐一朝 当之无愧的皇帝 两人本是相辅相成的 互部角色 你知我心 他知你意 但老二朱高旭 非要挑战一下权威 非要宣示一下自己的存在 请注意老二朱高旭的说辞 但凡有点正直头脑的人 都不会说出如此不过脑子的话 更不要说自古皇权更替 都离不开一个长幼有序 敌长子永远都是顺位继承的第一人 为此 洪武大帝特意颁布最高皇家法力 明皇祖训有云 国家建储 理从长敌 天下之本在言 朱棣敢进难 敢把建文推下皇位 本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罪人 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性 更要遵守祖训的告诫 自然不敢云越雷池颁布 所以 朱高赤的寝思 意在暗示朱棣 我的位置不好动 更不好坐 朱棣既然有了态度 那朱高赤自然得给皇帝老爹准备台阶 白兽之王尚且顾念秦子秦 而不得不收敛自己的威势 何况朱棣这位有血有肉 有感情的年迈老人 朱高赤的目的达到了 因为朱棣已经用自己的举动 稳固了他的太子之位 而一副虎王虎子徒 朱高赤更是证明了自己的仁慈 互为百兽尊 谁敢出其怒 唯有亲子情 一步一回顾 既然太子之位已然稳固 朱高赤又哪会缺少所谓的人慈 朱棣